大家好,我是荃灣區區行動主任處理總督察黃美瑜 在我身邊的分別是荃灣區處理總督察刑事3、梁承傑 和荃灣區重案組第一隊主管偵緝高級督察鄧清濱 我們接下來將會就著一宗販毒和製毒的案件 進行一個簡單的發佈會 關於毒品的案情,我將會交由鄧高級督察為大家最簡述 我是荃灣區重案組第一隊主管高級督察鄧清濱 今天我會為大家為一宗販毒和製毒的案件做過案情的簡報 在昨天即是2022年5月15日凌晨時分 我們新界南衝鋒隊的隊員在荃灣半山街進行反罪惡巡邏的期間 發現一名14歲的男童刑跡可疑 於是人員就向他進行一個截停的搜查 而在搜查的期間,我們在這名男童的身上 發現了21包共8克的匹利可卡因 相信是用作販賣的用途 人員隨即也拘捕了這名男童 案件也交由了荃灣重案組第一隊去接手調查 而經過生物的調查和情報分析之後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名男童身上的毒品 是與荃灣環龍街的一個工業大廈單位有關的 而男童本身亦與柴灣各街的一個工廈單位裏面的製毒工場有關連的 此,荃灣警區重案組和特別職務隊進行了聯合的行動 並在昨晚的11點鐘突擊搜查了上述的兩個工廈單位 在荃灣環龍街的單位裏面 我們拘捕了一名21歲姓林有生合會背景的男子 涉嫌販運危險毒品 而在單位裏面我們亦都搜出了兩個電子磅 我們看到一些用作包裝毒品的工具 92克的荷卡因和13克的綠安銅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工廈單位是用作銷售毒品的用途 與此同時,我們在荃灣各街的工廈單位裏面 亦都破了一個製毒的工場 這個工場裏面有大量的毒品、製毒工具、包裝工具 而當它的毒品包括了522克的綠安銅、10克的冰、24克的大麻油 347盒重約21公斤的大麻糖 以及約3.6公斤懷疑是搖頭園的粉末 這個單位我們有理由相信是由一名姓林 20歲有三合會背影的男子去管理和操控 警方亦都正在追輯這名姓林的男子 在這次行動裏面,警方檢獲的毒品總值大約53萬港元 而兩名被捕人亦都正是被扣留調查 我們亦都不排除會議販運危險藥品 去將兩名人士起訴 警方留意到,近期的毒品案件被捕者 是有年輕的趨勢的 相信販毒集團是利用了年輕人想賺錢的心態 利用他們去協助販運他們的危險毒品 而年輕人在未經過深思熟慮之下 是很容易誤諾法網的 警方呼籲年輕人千萬不要為了賺錢而鋌而走險 同時間,警方亦都強調 販毒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而警方對於毒品的活動是零容忍 亦都會繼續採取最嚴厲的態度去打擊 根據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日品條例 一經定罪,最高是可以被判罰500萬元的港元和終身監禁 所以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同時間,警方希望呼籲家長和學校 多些關心子女的心態和他們的行為 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以免毒犯是有機可乘的 我今日的案情簡報就是這樣 請問各位傳播朋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請問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